即在此城 又有五百亿虫 虫八万四千嘴 嘴头或流 如雨而下 满阿鼻城 此虫下时 阿鼻蒙火 其焰大赤 赤光火焰 照三百三十六万里 从阿鼻地狱 上冲大海 沃浇山下 大海水滴 如车走许 乘大铁尖 满阿鼻城 佛告阿难 若有众生 杀父害母 骂入六亲 做事罪者 命中之时 童狗张口 化十八车 壮如金车 宝盖在上 一切焰火 化为玉女 罪人咬见 心生欢喜 我欲望中 我欲望中 风刀解身 寒疾时身 宁得好火 在车上坐 燃火自爆 做事念已 即便命中 挥霍之间 已坐金车 顾沃测 顾瞻玉女 接桌铁府 斩戒其身 身下火起 如玄火轮 辟如壮士 屈身必寝 直躲阿鼻大地狱中 从于上阁 如玄火轮 至下阁际 升遍阁内 童狗大吼 涅骨扎随 玉卒罗刹 捉大铁叉 叉头另起 遍体火焰 满阿鼻城 铁网玉刀 从毛孔入 化炎罗王 大声告斥 痴人欲种 辱在世时 不孝父母 写漫无道 辱今深处 明阿鼻地狱 辱不知恩 无有惭愧 受此苦恼 为了不也 做事予以 即灭不限 而食欲足 不屈罪人 从于下阁 乃至上阁 经历八万四千阁中 律生而过 至铁网季 一日一夜 而乃周遍 阿鼻地狱 一日一夜 此言福提 日月岁数 六十小节 如是寿命 尽一大劫 五逆罪人 无惭无愧 造作五逆 五逆罪故 灵命忠实 十八风刀 如铁火车 解节其身 以热逼固 便作誓言 得好色花 清凉大树 余下游戏 不亦乐乎 作此念时 阿鼻地狱 八万四千 诸二剑林 花作宝树 花果茂盛 行列在前 大热火焰 化为莲花 在笔树下 罪人建议 我所愿者 今已得果 作试雨时 急于暴雨 作莲花上 作已须于 铁嘴竹虫 从火发起 穿骨入随 彻心穿脑 攀树而上 一切剑枝 血肉彻骨 无量刀铃 当上而下 火车炉炭 十八苦事 一时来淫 此向献前 献坠地下 从下阁上 深如花肤 片满下阁 从下阁起 火焰猛赤 至于上阁 至上阁已 深满其中 热恼急故 张眼吐舌 此人罪故 万亿融同 百千刀轮 从空中下 投入足出 一切苦事 过于上说 百千万倍 据五逆者 其人受罪 足满五节 富有众生 破佛境界 虚实信施 被谤邪剑 不是因果 断学般若 毁十方佛 偷佛法物 其逐会乌 不轻尽行 不知惭愧 毁入所轻 遭众恶事 此人罪报 灵命忠实 封刀解身 燕窝不定 如被处他 其心荒月 发狂痴响 见己事宅 男女大小 一切皆是不尽之物 使尿臭处 淫流于外 耳时罪人 即坐事宇 云河此处 无好城郭 即好山林 史无游戏 乃处如此不尽物间 坐事宇乙 狱卒罗刹 以大铁叉 请阿比喻 即竹刀林 化作宝树 即清凉池 火焰化作金叶莲花 朱铁嘴虫 化为福燕 地狱痛生 如永歌音 罪人文艺 如此好处 无当由衷 念以 寻食作火莲花 朱铁嘴虫 从身毛孔 扎实齐驱 百千铁轮 从顶上入 横杀铁叉 挑起眼睛 地狱铜狗 化作百亿铁狗 静分其身 取心而食 耳耳之间 生如铁花 满十八格 一一花 八万四千叶 一一叶头 伸手之节 在一阁间 地狱不大 此身不小 片满如此大地狱中 此等罪人 多此地狱 经历八万四千大劫 此泥离灭 附入东方十八格中 如前受苦 此阿比喻 南夜十八格 西夜十八格 北夜十八格 榜方等经 据五逆罪 破坏贤胜 断诸善根 如此罪人 举重罪者 深满阿比喻 死之腹满十八格中 此阿比喻 但烧如此欲肿重生 劫欲尽时 东门即开 见东门外 清泉流水 花果灵树 一切巨献 一切巨献 世诸罪人 从下格简 烟火战歇 从下格起 转复行 旅程上走 到上格中 手攀刀轮 时虚空中 欲热铁丸 走去东门 寄置门捆 欲足罗刹 手桌铁叉 逆刺起眼 蓬狗孽心 悶绝而死 死已复生 见南门开 如前不易 如是西门北门 一皆如此 如此时间 经历半截 阿比欲死 复生寒冰狱中 寒冰欲死 生黑暗处 八千万岁 目无所见 受大重生 婉转复行 诸情暗色 无所解之 百千狐狼 千彻时之 命中之后 生畜生中 五千万岁 受鸟受刑 如是罪弊 还生人中 龙芒阴雅 借赖拥居 贫穷下贱 一切诸衰 以自装严 受此剑行 经五百生 后不还生恶鬼道中 恶鬼道中 遇善之事 诸大菩萨 何则其言 如于前身无量事实 作无限罪 诽谤不信 多阿比欲 受诸苦报 不可据说 如今应当发慈悲心 使诸恶鬼 闻事与矣 称南无佛 称佛恩利 寻及命中 生似天处 生彼天已 悔过自责 发菩提心 诸佛心光 不舍事等 设受事倍 慈哀事等 如罗和罗 教壁地狱 如爱眼目 佛告大王 欲知佛心 光明所照 常照如此 无奸无救 诸苦众生 佛心所缘 常缘此等 极恶众生 以佛心力 自庄严固 过算数节 并比二人 发菩提心 佛法浩瀚无牙 读诵大圣经典 既能开发智慧 更丰富生命 欢迎十方大众 踊跃护持本节目 护持账号 19658482 19658482 沪明中华印经协会 佛家说 云云众生 不只是人类 世间所有的生灵 都应该受到护持 人类常说 自己是万物之灵 全世间的花草鸟虫 一切生物为人所生 为人所存 但若无人存在 小只蚊虫 大只蓝鲸 还有几百种生命 在世间 生生不息的 存在运转 又何以轻忽生命呢 现今的社会 我们该如何 爱护这些 动物籍生命呢 我们试着 回想近年的新闻 上周高雄 某繁殖场被检举 整个狗舍 恶创难玩 环境恶劣到了极点 游林县夜市 上礼拜卖起了 鳄鱼烧烤 民众说 吃了一口 就能满足优越感 又到了中秋佳节 正是蟋蟀产量最多的时候 大火酥炸蟋蟀 香香脆脆 成了当地餐厅 弊点的彩色 高雄近几年 陆续接到家犬不见的新闻 一柴才发觉 原来有不肖业者 将狗带回 做成一锅一锅的汤头料理 现代人爱好噱头 崇尚名贵 自意滥捕 导致越来越多的物种消失 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 像是求生本能 繁殖场的神已蒸蒸日上 但我们是否有注意到 这些动物的环境呢 媒体自写的报导 昆虫动物的新兴料理 又导致群众尝鲜 我们又该如何回应 社会进步快速的台湾 实验动物的处境 流浪猫狗的出现 都说明无人替动物伸张权利 及慎慎处地的关怀 为佛教提倡爱护动物不刷身的观念四处宣导 并以吃素作为一种有爱动物万物皆平等的实践理念 与动物和谐相处 后来接触才有动物保护法的出现 动物保护法在台湾推动16年了 它教导我们该如何对动物的基本尊重 动物保护的工作在各界的努力下有显著的成果 世间由各种生物组成才造就完整的生命圈 云云众生动物和人一样能感受快乐与难过 他们也该被尊重 善有善报利益众生就是对自己有利有福 救众生其实也是救自己 我们应该多走入自然 看看缤纷多样的生命 尊重不同物种 爱护动物体会人与动物共存的美好 造就一个平等美好的大同世界 感谢观看 Zither Harp 接下来请收看早课 接下来请收看早课